是由Apple 他拿到了第二勝 同時也終止了二連敗 而至於Power 吞下了三連敗 耀岳太陽神是以直落三 3比0 擊敗了熱身鋼鐵人 也是今年賽季這第十九場比賽的第三次直落三的比賽 恭喜耀岳太陽神獲勝了 目前的戰績也到達了五勝 五勝三敗 熱身則是吞下了二連敗 變成了四勝四敗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母親節 媽媽 我愛你 好的 我們這邊在賽後要訪問的是 人氣非常高的 How are you 你好嗎 梁永善群手 跟觀眾朋友打聲招呼 在那邊 嗨 大家好 好 不過今天 3比0 直落三擊敗的對手 特別先談你那一場 你跟白蟲族的對抗 因為我們剛剛在這個 談的時候 就覺得蟲 好像想要學神的船 他不是做蟲蟲子帝王嗎 對啊 其實那一招是蠻厲害的 那你是 後來是怎麼樣有發現到 運氣好 剛好公民過去的時候看到有紅紅的東西 然後就 剛好就被發現了 所以那個 當你在對蟲族的時候 對方用這一招其實不常見是不是 很常見啊 所以我會去訪 有很常見嗎 我才第二次看到 有啊 很常見啊 因為平常練習就常常碰到了 所以你們其實也都會去尋就對了 所以你 可是從 他有這項科技 那但是這個 又不好用 怎麼辦 對不對 你們都知道啊 其實不是很好用是不是 不是啊 如果我沒有發現的話 那個狗就衝進了 我就輸了 所以還是很好用 所以你覺得那一招還是可以用就對了 看每個選手的細節做得好不好 那談一下囉 這個 一開始你這個成績也相當不錯嘛 但好像是不是有一段的低潮啊 在過去的無常比賽一勝四敗 那你自己是 有一段的低潮是怎麼講的 就是有點疲乏了嗎 還是什麼戰法被別人知道啦 還是什麼樣的情形 沒有低潮啊 只是打法太衝了而已 要穩一點 太衝是什麼意思 就是每次都一直去衝人家家裡面 然後對方都是等我去打這樣 那你今天呢 這個 沒有在排自敗人品了 反而是 火力展示 讓我們看到 聖母劍啊 航空母劍啊 這有改了一個想法嗎 還是那個時機點 你覺得可以丟四百塊去生那個出來 沒有 因為今天是母親節 所以出個聖母劍了 所以你是有用意的就對了 哇 很用心喔 母親節出一個聖母劍出來 也跟媽媽質疑一下 也展示給大家看 嗯 對 所以你是已經 今天呢 出門前就已經打定主意了 嗯 有想過啊 不錯耶 我們喜歡這種有創意的選手 所以有一些想法 而且你是贏了 不是最後逼到這個沒有辦法出色母劍 好啦 那最後呢 請這個 豪娃優來談一下囉 就是 進入到這個職業 的裡面之後啊 跟以前的生活什麼不一樣 那 玩法什麼不一樣 或者是別人看待你的這個 呃 評價有什麼不一樣的嗎 嗯 因為我是 自己在訓練的 所以 感覺沒什麼差 也就是我自己會 加倍訓練 平常練習就很多了 比以前多很多 以前可能一天只花 一小時吧 現在都花七八個小時來練 所以是 真的 練習的量多了 非常非常的多就對了 嗯 對啊 今天我也對 就是對蟲我也練整個下午啊 整個下午都是在打蟲組啊 那 怎麼練呢 跟誰隊練 跟 業餘隊的那些隊友練啊 針對那個地圖然後一直打這樣 哇 這樣子都沒有時間 交女朋友啊 或者談戀愛什麼的對不對 嗯 就沒時間陪女朋友 沒有時間陪女朋友了 不是沒有時間 就是交女朋友了 好 那我們這邊也謝謝呢 豪娃優接受我們採訪啦 最後有沒有什麼 話要跟粉絲們講的 很多很粉絲耶 現在叫好哥哥啦 好哥哥 對啊 會有什麼話跟粉絲說 我會繼續努力的 然後打到國籍比賽的 謝謝大家 好 目標放在國籍比賽 謝謝你 好 那我們這邊還有點時間呢 我們要訪問的是 這個 也跟豪娃優差不多帥的 人皇 軟球 詹正宇選手 好 跟觀眾朋友先打聲招呼 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軟球 好 那今天呢 可以說你是對上 你們今天的比賽很好玩 二連敗對二連敗 三連勝對三連勝 然後二連敗對二連敗 你對上的是目前十勝的 聯盟戰績最好的鬼手揮 揮啊 我自己本人也是覺得非常非常奇怪 他用空降 明明是人類比較喜歡用空降的 神也來空降 那你是一開始沒有發現對不對 他那個卡卡角的地方 後來那個關鍵點在哪邊 跟我們分享一下 主要是因為我的打法就是剛好有刻到他這個 因為他一開始可能會誤以為我是要走別的路線 然後我有做一個欺騙的動作 所以他這樣子做過來的話 基本上我怎麼樣 就是絕對不會說虧很多這樣 你昨天講得有點含糊 你做了哪些 讓他判斷錯誤的 所謂欺騙他這個 欺敵的這種做法 可不可以再詳細跟我們講一下 就是一開始我踩瓦斯 那踩瓦斯之後 如果我沒有續踩的話 那直接做開礦的話 那他不知道我是做開礦 那可能以為我是跳科技 因為那張圖 玩科技的玩家非常的多 所以他有可能以為我玩科技 然後直接降 那我可能就直接死掉 對 但是我不是 我是開礦然後暴兵 所以 前面我只要擋下來就幾乎說贏了 所以呢 其實 你並不會擔心他也是來空降 這一個部分就對了 那 因為你上次有對過他 結果輸掉了嘛 那這一次能夠擊敗他 有沒有 非常開心 因為這 畢竟你真的是目前全聯盟啊 非常頂尖的高手 心情跟我們分享一下 還蠻複雜的 對啊 怎麼說很複雜 呃 因為 中間就是 來這邊之後 發生了很多事情 包括狀況不好啊 然後狀況好的時候 那今天其實也還好沒有說 很 就沒有說達到一個比較滿意的狀況 但是能贏也是蠻幸運的 就是剛好有 有騙到他這樣 好喔 我嚇一跳 你說很複雜 我想 你愛上他 結果就把他打敗 覺得還不太好意思 沒有 在開玩笑 好 最後的這個時間呢 請這個 軟球Bone 仁皇Bone們 跟粉絲們 講一些感謝的話囉 那各位粉絲們 呃 感謝你們就是 近日對我的鼓勵 我會在加油的 好 今天的 今天呢 他打敗了 聯群 聯盟排名第一的 也使得呢Bone呢 形成了 四連勝 也是他 算是職業生涯裡面 最長的一個連勝 那注意在下個禮拜 5月14號 禮拜六 晚上的8點鐘 樂神鋼鐵人要對上的是 華伊斯巴德 那星海的部分呢 則是桃園噴射機 對上樂神鋼鐵人 下個禮拜天 5月15號呢 是預定晚上的8點鐘 未來娛樂台 現場出播的是 橘子熊 對躍躍太陽神 星海2的比賽 則是 橘子熊 對上躍躍太陽神 也希望觀眾朋友呢 持續的來鎖定啦 那今天轉播到這邊 要完全的告一個段落了 非常感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我是虛戰語言 我們下次再見